坑木尔侧房停车这样学简单又好记 首先进入侧房之前先去领右侧边线30公分 可以用雨刮器的最高点沿着右边线走 看右侧大概就是30公分左右的距离 停车点让车尾离开右拐角大概1.5米左右就可以停车了 车辆停好之后挂入倒档 侧房停车限时90秒从挂入倒档开始计时 第一个点观察右后视镜 看到右拐角消失方向盘迅速又打满 第二个点位低头弯腰看左后视镜 个子高的同学一定要低点头看 当左后视镜中看到最里边这个底角弄出来的时候 方向盘迅速回正 回正之后去看第三个点位 一定要侧着身子看左后轮 当左后轮快要压到黄色虚线的时候 方向盘向左边打满 打满之后等待车身于库边线 平行的时候就可以停车了 车辆停好之后开启一个左转向灯 转向灯不打会扣十分 出锅的时候再次低头观察左后视镜 慢慢的往外出 当左后视镜中看到最里边这个底角露出来的时候 方向盘迅速回正 回正之后紧接着往右打一圈方向 等待车正回正就可以了 徐伟的K教练在这点两下每天更新交车视频